最近Shuttle 3出了新版的一个模型 叫做Azocytic 也就是我们说的美学模型 那么大家会发现 它最大的特点 依然是通过四部采样 来生成唯美的画面的效果 效果到底怎么样 我们今天给大家实测一下 我们需要用到的 其实就是这个模型本身 别的并不需要安装扩展 我们点开Files and Wershen里边 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个模型 一个是FP16的 大小是23.8G 这个大小和我们Flex的大小是差不多的 当然我们一般会用FP8的 这个大小是1.9G 将近小了一半 大家把这个下载下来 放到你的UNET或者是Diffuse Model里边都可以 然后加载进来 然后直接在我们的Flex工作流里边 直接去用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个安装我们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非常简单 既然它是一个经典的美学模型 所以说我们就看一下 它能不能把美表现出极致 所以说我来设计了10个画面 当然这个也是大语言模型来做的 我用的是Cloud 我的提示词是 我想测试一个文生图模型 请用中文帮我生成10个写实版的 以美女为主题的提示词 要求画面极度为美 当然他可能理解错了 他以为我要生成性感的内容 其实并不是 这里边有身穿米色长裙的女子 站在乌气朦胧的花园里边 穿着旗袍的 站在弄堂的窗帘前边 汉服女子站在竹林里边 身穿连衣裙的知性女性 在咖啡馆里边 然后带着镂空私帽的艺术家 然后在画画 同时有身穿晚礼服的女子 站在风林里边 穿着白色青纱长裙的芭蕾舞者 站在舞台上边 穿着米色风衣的知性女性 站在巴黎的塞纳河畔 然后这有一个非常有特别的 就是中国的水磨山水里边的一个侍女 穿着青色的汉服 站在桥上面 另外就是一个 带着复古珍珠项帘的女子 坐在钢琴前边 就是试个画面 非常的漂亮 大致的过一遍 那生成的效果怎么样 我们分三个档次 来给大家生成三种不同质量的效果 那我们先看最简单的 那在这个工作流程 我们简单过一遍 那我生成的是一个竖屏的 这用的模型的是沙头三 别的没什么变化 你要注意 我唯一不同的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用的是四部采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生成的效果 那我们直接来看 这个是女孩在上海的弄堂里边 非常的漂亮 对吧 这个是一个宽屏的 但是如果我们细看这个女孩的这个脸庞的话 你可能会发现一些问题 比方说我们放大去看的话 它可能还是有些不清楚的地方 对吧 那这个其实是站在花园里边的一个身穿长裙的女孩 是不是也非常漂亮 这个是竹林里边的女孩 中国的一个古典特色 非常的棒 这是咖啡馆里边的这个现代化的直性女性 这个是头戴雷丝帽的一个画家在做画 这个就很漂亮了 身穿四绒长裙的女孩在风里里边 你注意这个风叶飘落的效果 是不是非常的棒 对吧 这个也是不错的 这个有点比例失调 身穿芭蕾舞裙的这个女孩在舞台上面 重点呢 会在描述这些光影 也是不错的 同样的效果 塞纳和盼的身穿风衣的女孩 这个又非常有意思 一个侍女站在石桥上面 水墨山水 这个稍微有点问题 就这个女孩站的位置不太对 我们又生成了一遍 那你看这个就很漂亮 对吧 这是戴着复古项链的女孩在钢琴前面 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第一档 这十幅画面我们来看的话 的确是漂亮的 不行不行的 是吧 所以说四步到这个程度 你还要啥自行车 是吧 所以说我们觉得 这个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模型 下面我们看第二档 第二档不同的是 我将这个step换成了10 因为我们在测试3.0版本的 shuttle的时候也说过 就是十步采样会增加很多的细节 所以说会使整个画面 变得非常的好看 下边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我的生成是倒着的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戴着复古项链的钢琴女孩 那你看这个项链 女孩的这个身上的质感 光照下来的这个效果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对吧 手也没有问题 大家看一下 这是石桥上的身穿着汉服的侍女 这个构图很漂亮 但是人物不够惊喜 对吧 那我们可以再换一个 那大家看一下 这是石不采样的 那么这个呢 写石和水墨山水呢 已经非常好的融合在一起了 女孩的这个衣服呢 也非常的飘逸 对吧 我觉得这个竹呢 非常的好看 而且呢 你注意这个树枝表现呢 还是一种深秋的景象 女孩吃着足 我觉得这个画面要向我去想的话 我可能是想出来的 这个是塞纳河畔的身穿米色风衣的漂亮的美女 注意这个时尚女性头发的质感啊 包括她脸上 其实呢 没有我们在3.0模型里边看到的那个LCM采样的那种塑胶的质感的东西 这个并不存在 所以说呢 这个也说明3.1模型在审美学上的确花了很大的功夫 芭蕾屋女孩 站的位置稍微有点不但对劲啊 站在这个台上 这个衣服小心就掉下去了 是吧 看这个卫射的灯光打下来啊 这个烟雾 面部虽然不是特别的清楚 当然是因为像素点不够 如果像素点足够的话 我觉得这个也会非常的好看啊 这个很漂亮 穿着玩礼服的女孩在这个风林里边 注意枫叶的效果围绕在她周围 这个比第一版的其实提升了一个非常大的档次啊 那这个同样是一个头戴雷斯帽的这个女画家啊 在做画当然这个画的是一个自画像对吧 看一下这两个人呢还非常的像 所以说在Flex的构图当然不单单是Flex啊 凡是SD的这种绘图里边一旦产生了同一个画面里边的两个人啊 尤其是像做画照镜子 几乎都会出现这样的效果对吧 而且这个比上一版其实要好看很多了啊 上一版里边的话呢 这个雷斯帽啊 或这个人物啊总是不是特别的漂亮啊 这个是咖啡馆里边的时尚女性 这个我看了半天我总觉得手上有问题啊 但是我又说不上来有什么问题 大家呢也可以在评论器里边讨论一下啊 是不是她这个比例有问题啊 我总觉得很怪啊 这个是风铃里边的中国的古典美女 你看一下这个脸这种鹅蛋脸对吧 这个风铃的感觉 其实比第一版的也要好很多 那这个是花园里边的这个女孩啊 这个还行 夕阳的这个感觉 花的感觉 这个雕塑啊 那这个呢是女孩站在上海的弄堂的窗帘前边 大家看一下这个旗袍的感觉啊 女孩的感觉都非常的棒 对吧 我还是觉得这个手有问题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思维定势啊 好下边呢我们看一下第三版啊 我们又把它提升了一个档次 那这个其实我原意是想测什么呢 我想测一下沙图3.1啊 就是这个美学模型 它对于瑞达克斯它的表现怎么样 我同样是采用了实步采样 然后我这上传了一张图片啊 这张图片呢 其实是在我们做虚拟式穿的时候 生成的一张模特的图片 是在一个舞台上啊 一个娱乐新星 穿的衣服当然是我们设定的一个 中国的古典化的服饰啊 当然也不是说它是一个古装 其实是复古的一个感觉啊 然后别的没有什么特殊的 那我们来看五拟加入了一个参考图 它生成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在洞堂里边窗户前边的女孩 大家注意是哪进行了约束呢 主要是衣服 看一下竖腰的这个质感 对吧 就是款式呢有几分相像 因为我这采用的这个factor的值是3 所以说提示词也很重要 提示词和参考图片呢 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对吧 这个呢是花园里边的 身穿长裙的女孩 你注意 她这个衣服呢 也变成了这种中式的服装 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再来看朱莉莉的女孩 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的好啊 但这儿有点不太对劲 这个领子这儿 那道理衣服没这么设计的啊 但是注意养派的这个视角 还有近景的这个树叶 都让她感觉非常的唯美 这个呢是咖啡馆里边的时尚女性 她的衣服呢 也变成了刚才的那个款式啊 其实面容呢也是受一些影响的 只不过是不那么明显 对吧 这个是画画的这个女画家 头戴着蕾丝帽 这儿曝光有点过度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生成的有问题 还是说她故意构图啊 就是这个样子 这儿同样有她自画像的一个部分 这是风链的女孩 你注意这个 长裙呢也变成了这个束腰的一个状态 但是她的质感还是提示词里边写的这个 丝绒的这个长裙啊 颜色呢也和提示词写的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个就有点像恐怖片了啊 有点问题啊 第一个比例失调 注意女孩长得很漂亮啊 这个比例也挺好就长到了 是吧 这个上面挺长 下边有点短啊 脚在这儿就出来了 这个的确是有点像这个恐怖片的这个感觉 而且她背后的这个 这个白纱啊 还是让这个画面呢变得诡异了不少 这个是塞纳河畔身穿风衣的这个女孩 对这个风衣呢 其实受影响比较大啊 她需要把这个长裙展示出来 束腰的这个长裙 所以说呢这个风衣又变成这个状态 你去细看这个衣服是有问题的啊 所以说呢我们这种参考图对于原图的破坏性 或者叫约束能力啊 这个你看怎么说啊 按这个就叫破坏性啊 按之前的图片呢就叫约束能力 它可能会更好一些啊 这个是逝女图石桥水墨山水背景 这个好看谈不上啊 但是这个构图的确是有问题的 这个桥的比例也比较差啊 这个女孩站的位置也不对 对吧 所以我又生成了一张 看这个 这个是不是就挺好看的了 对啊 她每一个都拿着一东西啊 这个东西不知道是啥 那这个也是受参考图的约束的 你注意啊 在参考图里边 她这拿着一东西啊 那这个呢 是我又生成了一张 大家会发现 这个就比较合理了啊 这是一个树枝 上面有一个流苏 对吧 非常的漂亮 身穿长裙的戴着复古项链的女孩在弹钢琴 你注意 衣服呢 同样受到了影响啊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分三个不同的档次来测这个模型 我虽然没有时间的去跑 但是你要相信四步的确是很快的啊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模型本身架的很慢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原来呢有两个盘啊 有一个是一个 接口速度不太高的一个固态盘啊 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快的盘 我有一些模型是放在那个 速度较慢的盘里边 我原来以为是这个问题啊 所以说这次测试 我把Shuttle 3呢 放到速度比较快的硬盘里边 但是加载的速度依然不快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如果呢 你知道解决方法呢 也可以在评论区里边告诉我啊 怎么才能让它更快一点啊 但是加载完之后 生成的速度是很快的啊 那这三个档次呢 一个是我们用四部采样 另外一个就是用十部采样 第三个呢 是我们加入了这个什么呀 加入了这个参考图 也就是为DUX 第二档和第三档 其实不能算是提升啊 只能说是我们对生成风格 做了一个约束 但是总体上来看 但是的确第三档 比第二档生成的效果呢 要好很多 那另外你要注意啊 我在生成的时候 加入了小红书的Laura 这个呢 也会使人物的那个塑胶的质感呢 变得更轻一些 另外你要注意的就是 你一旦用这个的话 跟我们传统用它是不太一样啊 第一个 它的权重不要太高 我们在讲上一版的SAT3的时候 也可以大家强调过 这我用的是0.35 另外的话呢 就是采样不要选成这个啊 因为你要选这个 可能会对画面的这个破坏比较大啊 我们来生成一个 你感觉一下 这版还可以啊 这版反而更漂亮 对吧 再测一个提示词 测这个水墨山水的这个 现在实部采样依然非常的好看 还不错啊 我们再生成一遍啊 这个还是构图有点问题 这个构图还有问题啊 不是站在桥上吧 这个采样明显的比刚才那个要清楚一点啊 所以说这个我有点经验化了 是吧 就是我原来测这个SAT3.0的时候 那个经验让我带到这个3.1里边 这个也很好看啊 但是这儿生成的这个构图 确实需要多次抽卡 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这样吧 我就不试了啊 好像这个构图总是不太到位啊 那我们再测一个吧 测一个那个在风铃里边的那个女孩 我个人特别喜欢那个感觉 这个提示词回头我会发给大家 这个就是我用提示词生成器生成的 把Cloud的这个 直接给他扔到这里边就行了 这个提示词生成器 怎么训练我在之前的那个 云克隆那个视频里边给大家讲过啊 你可以自己跑一个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看 但是这个好像这个丝绒的那个长裙的感觉 不是特别的到位 挺好对吧 这是我们做的一些基本的测试啊 所以说经过这种测试 我觉得SUTTLE 3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模型啊 尤其是你希望快速成图的时候 那四步你就可以达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这个呢你最好啊 能够下载一个备用 而且如果他有升级版 那我们也可以尽快的去测试 但是你注意啊 这个四步这个的时候 这个不行啊 这个采样不行 但是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我们在给大家录视频的时候也能发现一些原来没有测出来的问题啊 大家注意这种 大家注意这个要关注的点啊 大家看一下 这是四步的采样啊 也非常的漂亮 所以说十步采样的时候 DIS和β没有问题 但是四步就不行了 比如说呢 我就二十步采样或者三十步采样 那个没有意义啊 它本身就是一个高速模型嘛 那所以说呢 你非要用更大的步数 我觉得起不到加速的这个效果了啊 好了 今天呢 我们就聊这么多 那关注我 做一个懂爱的人 还是在这个先生们 我的针 带我 或者那样 我还是在那里 在这个的宗路这里 都放在这个的字幕 如果还有一点 可能有关注我 我们的 PhD